线上版的我们叫做数位教室 那那个功能是在你登录之后 登录之后你可以直接在这个上面做选择 或者是在你刚刚买ViewBall 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classroom 你可以从这里直接点 那请各位直接点线上版的教室 classroom直接点进来 他会跟你说小铅笔请稍等一下 请各位直接点进来 点进来之后你会发现 有一个跟刚刚的白板长得很像的东西 没有错 这个就是刚刚的MyViewBall 但是它是浏览器版 所以这个是不用安装软体也可以用的 那功能跟刚刚差不多 但是会少一些功能 因为浏览器版它有些功能做不出来 所以功能最多的还是在那个安装版 电脑版本的部分 好那这边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是你线上版的数位白板 然后这下面 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做仪表板 请各位把仪表板打开 它会去开另外一个页面 请各位打开另外一个页面 它叫做仪表板 这边仪表板 请各位把它打开 所以你开了仪表板之后 你现在会有两个画面 一个是你的黑板 你的白板 另外一个页面是你的监控台 你的监控台 好那这个监控台呢 是用来掌握学生的状况 掌握学生的状况 然后还有给你的互动的权限 好所以请老师们 我们来练习一下 请各位先 在你的教室里面 这一个地方 可以显示你的QR Code 来请各位先扫描一下 进入我的课堂 我们在这上面做讲解 好请各位用你的手机平板 扫一下QR Code 进来我的课堂 线上版的课堂 好这是我们最后一个部分 最后一个部分的练习 好那一样他会要你输入一个名 输入你的名字 然后才可以登录 好各位老师少了吗 好那么当你进入课堂之后 老师你可以在这边 你就会发现 你看这个是我刚刚的白板 对不对 那可是现在这里呢 只有老师可以写东西 因为你们不能写 因为老师没有给你权限 但是如果你进入课堂 你就会看到老师写的黑板 对不对 好在手机上可以看到老师的黑板 那老师这边多的这一个 预标板的监控画面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小朋友上线的状况 每一个小朋友上线的状况 好这边跟各位说 如果你的网路不稳定 你就会出现在左边 好你们现在的网路稳定 所以你都出现在右边 好 然后所以如果这时候 小朋友 跑去别的画面 好像这一个同学 他跑到别的画面去了 他去上浏览器 去做别的事情 他的颜色就会变橘色 好来各位同学 你试试看 你把你手机的页面 切换到别的页面 好 你的你就看 然后你看我这边 你这边就会变橘色 有没有 所以我就知道说 你不专心 来这位同学 你们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请你切回来我的页面 好 所以你就可以盯着他 当那个同学回到页面的时候 他就变回绿色 好 所以老师 有控制狂的老师 就可以知道说 谁有没有专心上课 好 那这个 好 这个CHUN WEI同学 回来了 回来了 好 好 所以这是一个监控的仪表板 那同时呢 这里会有一支笔 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 你想要给全部的学生权限 可以在老师的黑板上互动的话 那我们在监控的画面 就要把这支笔打开 好 现在我给所有同学画板的权限 好 所以请各位同学 你可以点选你下面的笔 然后可以在老师的黑板上画画 写字 好 现在大家都有权限哦 因为我有给你权限 好 所以你们现在都可以在 老师的黑板上互动 好 有没有 现在大家都可以在上面画画 甚至可以用橡皮擦 好 也可以写字 打字 都没有问题 好 那所以这个是权限的设定 那你也可以个别给 假设我现在把你的权限给关掉了 那这时候就没有人可以画了 只有老师可以画 好 那如果我又开放给某个人权限 比如说我给朱主任权限 我只有给他 好 那这时候画板只有朱主任可以画 好 其他人不能画 来朱主任可以试试看 只有他可以写好 别人不能写 好 所以这里就是老师的控制台 好 老师的控制台 那这里呢 这一个另外 另外这一个是说话的权限 好 那所以你也可以单独控制学生举手跟说话的权限 好 那当然你要有开镜头开麦克风 你那个学生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发言 或者看到画面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跟各位分享 他可以做分组活动 好 那所以如果你要做分组活动 各位这边 这边又老师的画面的右边 有一个开始小组讨论 好 所以老师如果要小组讨论 你可以点小组讨论 那至于小组讨论的组别 我们在仪标板这边 好 这边可以做分组 比如说我要分成五组 好 五组 这边就会出现五组的分组画面 那所以当我要开始分组的时候 我就点开始小组讨论 那如果你希望你想要控制那个分组的内容 你可以这边动手可以拉 比如说朱组论跟这个SG是同一组 那H跟这个M同学是同一组 你可以手动去拉 拉好之后 当我要开始的时候 我就直接按分组讨论 然后计时我要给多久 然后按确定 那同学就已经开始分组 好 那老师呢 你就可以在这个分组的画面 去看到分好的小组 那你们就各组可以在上面互动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画画 那画画的部分就是只有那个互动的同学 你那两个人可以做互动 其他人不能进到别的组 就是你没有分配到的那一组 你就不能进去 那老师可以看到所有的组别 老师也可以进到这一组 去跟你做互动 很好 Good的 好 那老师也可以回到 回到那个总画面 然后个别再进去哪一组 去跟你做互动 然后再回到总画面 然后时间到的时候 他会提醒 然后会跳回来 会跳回来 那老师就可以回到那个分组的画面 回到那个总画面 或者是去到刚刚的分组画面 跟各位做说 所以这个是他的远距的数位教室 数位教室的白板 然后跟数位教室的监控的仪表板 就蛮适合老师去控制学生 那这个是他所谓的数位互动教室的部分 拜拜